Peter 我真的覺得沒有了海洋公園是很可惜 沒有了海洋公園現在的管理層 董事會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可惜 而且必須要 必須要 如果再是這個班底 由你去推入一個新計劃 就算是一個好計劃 也有一個好的出行者 我就不覺得這些人是 主席孔令城是銀行家 盤谷銀行的資深副總裁 公職多到不得了 可不可以叫他銀行照著 副主席劉明偉 然後有位叫鄭思韻 鄭思韻是一個叫 Magazine Asia Pacific的首席執行官 這個是業務範圍做Marketing的 又有數字社交媒體 因為都不見他發工幫忙 不見他給他意見 有位叫張瑞蓮 張小姐又是 媒體行政總監和總編輯 沒理由 沒理由不給支持給劉明偉 還有一個叫方敏軒小姐 這個是會計師 羅兵涵永道審計部的香港合夥人 這位我認識了 馮秀嚴是地產公司的 是新鴻基的 他打理APM相當成功的 還有一位叫賀白鑫先生 這位是外籍人士 做酒店 還有公寓管理的 還有一位拱陽欣慈女士 這位是中銀的銀行家 還有一位叫林世雄 經驗豐富高級公務員 他就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林世雄你認識嗎 認識 認識 還有一位叫林天昇 林天昇是專業的土木工程師 還有一位叫梁美儀教授 香港大學生物科學 科學學院適合動物 還有李承忠 就是行政總的CEO 這位是大家很熟悉的 吳永迅 是建築師 他對環保持續計劃很支持 他叫龐建宜先生 這位是大亞國際集團創始人 兼董事總經理 你這公司在做什麼 原來是紅酒 有一個叫何潘子欣女士 這位是資深文化專業人士 黃志祖 海洋公園董事局 原來是前前衛生福利局 前政務總署的 由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前經濟科 這位是銜頭不得了公務員 還有黃進達旅遊界 旅行社 還有黃思遠 這位是數碼科技和航空界的 二十多年歷史 還有一位叫胡陳德之女士 這位是冰雪集團 行政總裁 冰雪集團是做一些市場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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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在裡面 還有林明偉 叫做懂得懂一點 都是四個 如果你認識多於我 我覺得你 一來可能是人物的物落很廣闊 二來就是公共常識 很豐富 那你說這樣 我不理大家認識不認識 認識就最好 因為認識就出來說話 大家容易聽得入耳 不認識的都要重新 新面孔都要來 現在我不理你什麼背景什麼經驗 都要拿起把槍 上前線 董事會看來 數一數都有媒體 市場推廣 旅遊業 但那些不見幫手 或者是 可能發了工 我們看不到 收不到 那就可惜了 發了工 而我和你都收不到 即使 發了工 當然沒有法 不要說其他 不太關心時事的大眾 我想兩個可能 一是這個董事局的策略 就是找一個人 最講得 最討論 最有觀眾緣 劉先生 舉出去 可能是 不收效 還有你這麼短時間 只剩下 第二個可能 就是 像你所說 大家都幫忙 但沒有隊形 又沒有軍令 以前 真的 可以 你可以 我不管你 總之 董事局成員 每人跟我交十個訪問 回來 我不管你什麼 我不管你 黃藍綠 總之 有地盤 你跟我交十個出來 你十個 成正說 十個 都有一百五十個媒體報道 和你現在 單打獨鬥的 相差很遠 你給別人的感覺 你自己都不是太緊張 要麼 大安止義 一定 歸隊 最後 都會讓你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 第二個 你自己都不緊張 我為什麼跟你緊張 所以 海洋公園 你問我 必須你說 那個 三歲孫女 很喜歡 是啊 我有一個 十二歲 小六 都很學問 回學的 兒子 我都問一個 同一個問題 海洋公園出來 如果沒有 你都想不想去 支持一下 去一下 一輪 為什麼你不想去 是啊 為什麼好去 所以 我想 他現在海洋公園 似乎 似乎 一個吸引到 就是很小年紀的小朋友 第二個 可能是老人家 因為 各方面優惠 包括交通 去的時候 方便 過下日辰 是這樣 其他那些 就算 香港旅遊 其實 跟世界一樣 在開始想復甦的時候 第一步 都是想回本地旅遊 怎樣推廣 本地人去回本地的旅遊景點 心道遊 文化遊 那些 海洋公園 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 重新出發 香港旅遊業 重新出發 香港人去回香港景點 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地方 是 除了董事局之外 我覺得還有 還有 管理的團隊 應該有人都會出來 應該說些話 特別是 你既然說 我是做保育 我是做什麼教育 那些都應該出來 曬一曬 他們過往曾經有什麼做過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有沒有一些 真的落手做營運的管理層 有一個軟件 有沒有曾經向董事局提出過 就說不如敢不如敢 我覺得很久以前 我這裡有介紹的那本書 就是講大阪的環球片場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 以前不是做旅遊 是做這些主題公園的一個主管 他做Marketing 有一個很暫新的想法 給董事會 董事會在一個很擁場的討論 就是我們要將一些部分的發展基金 保留下來 我們是要將資源善用 令到現在既有的活動 繼續維持 但就不要再發展 然後就在那個後備基金裡 就去想 做什麼 而當時那位日籍的主管就提議 要引進美國的 實際這個是英國才對 就是Harry Potter 於是他就做這件事 就飛去美國去看 然後回來有一個日式的版本 後來成功了 所以在娛樂方面 提供娛樂方面 是有很大的空間去做的 跟香港影視界朋友聊一下 香港什麼最厲害 想一下 我就說到你為止 不再說下去了 香港什麼最厲害 古惑仔 不管了 你喜歡 你喜歡 你說Harry Potter 因為Harry Potter 其實已經進入了課程 課程的意思 就是課外活動 就是那些英文的讀文 其實很多校都設定了 多了一點 那些中學生都會接觸到 又有些幫助 人們已經和你推廣了 像Peter所說 不知道我們還有沒有機會想 用這樣的態度 我的信心就不太大了 好了 那我們就說 香港的旅遊業 都開始想這些事情 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那些hashtag 就開始推進了 MissYouTube 即是說我都掛著你 我都掛著你 即是很久沒見了 這樣 作為大家走出來 到處去客 這樣的起步 好似少說 你突然之間 要給外面的遊客來 都比較難 大家都不是準備這樣做 我們海洋公園還靠很多 是內地遊客 大家的戒心更加大 雖然現在內地的數字已經很漂亮 始終 但是大家都是有一個存疑 始終有些戒心 有些戒心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香港獨有的 歐洲 歐盟其實是星期三 都討論過這些相關的議題 歐盟其實 歐洲是很多人去旅遊的目的地 歐洲風景漂亮的也有 有很多古蹟 文化也有 歷史也有 歐洲有多元化 歐洲這麼多個國家 原來歐洲加起來 旅遊收益 我們叫五大洲 五大洲裏面 歐洲佔了一半 這麼厲害 全世界的旅遊收益 有一半是去了歐洲 所以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現在海陸空加上鐵路 在歐盟自己國家和國家之間 其實都封了 不要說對外 但是現在 剛才說星期三 就開始 提出來了 就說 要想想怎樣逐步恢復 我們都開始有個概念 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 那些叫做travel bubble 即是說旅遊是一個波仔 一個旅遊圈 意思是怎樣呢 譬如說 如果香港和澳門之間 那個疫情大家都沒有受控 是乾淨的地區 不是dirty 我們之間就開放旅遊 大家可以來 其他數字不好的城市 就不可能 如果下一步 台灣又好像做得不錯 香港、澳門、台灣 那個bubble 就越來越大 歐洲 其實他們 那個概念都一樣 但是他們 就用那個 那個 那個名詞 就 跟他們有一點不同 他們叫做 Green Corridor Green Corridor 即是綠色的走廊通道 那個概念一樣 只要譬如說 德國和澳大利 這個真的 德國和澳大利 就覺得大家都OK 那他們就說 是不是可不可以提早到15號 就是這樣 就是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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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號 就綠綠綠綠綠 就是不用等整個歐洲 想好整個歐盟 想好整個策略 就是大家之間 都可以出現一些 這些叫做綠色通道 就恢復一些旅遊 交流物 就是這樣 那當然 他們另外有一套 配套的 就會要求 那些從業員 運輸系統 開放接待多少人 就是那些這樣 就有些限制 有些要求 就 你跟足這些 那我們跟著 就開這些綠色通道 就先恢復一些 是 雙邊 就是 國家對國家之間 就不是為全面開放的 旅遊的 放寬的限制 但是大家 就算歐洲那麼大 你說它原來佔全世界 那個旅遊的開支 或者那個生產值的一半 大家都侯住 中國大陸的旅客 是吧 Big Spender 那那裡可能是 就是跟香港 我猜都差不多 那個想法 我想要你的錢 我不是很想要你的人 我想他們 歐盟是未想到這樣住的 歐盟未走到那一步 他們說 就是對外開放 就希望做部開放 是說的是六月 有些是說六月一號 有些是六月中 這樣 就說的是半個月 至一個月之後的事情 現在就先說那些浮漫 那些階段 先開放 有些先導計劃的地區 是呀 這些變成兩個國家之間 講解就可以了 我們跟澳門講解就可以了 我們跟台灣講解就可以了 但是呢 原來有反對 在歐盟裏面 有反對 反對得很激烈 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說 如果你這樣做 我會考慮 我會退出歐盟 又來一個脫歐 不要說 意大利在講這些 意大利的總理 就叫做孔特 朱塞培孔特 這個總理 他的講法就是 如果這樣做 歐盟有什麼意思呢 歐盟就是集體的 是 你如果 那些限制 即是很講原則 是嗎 其實是講利益的 講到美 因為意大利 大家都知道 重災區 有一段時間輪到區 是呀 美國跟著之後 現在的重災區 就是五個歐洲國家 有區分 所以如果要放寬 德國不會 德國在想跟澳地利 不會想到跟意大利 所以就是 他會覺得 我想 如果這樣做 意大利其實可能 會被人排擠出來 這樣就吃虧了 這樣就會 會受到歧視 所以就是說 你找一些 如果 如果是各 和各之間的決定 意大利本身就應該 因為你的前提 首先要找一些低感染 起碼 趨勢向下走 受控制 第二個 就是你還要選一些 低感染整個國家 整個地區 就是那些旅遊點 是 有吸引力的 有吸引力 而又是 那些旅遊點 都是感染低的 變成兩個前提 就是你的國家 和你開放給別人的地方 去選 可能他覺得 意大利應該選不到 提出了 這個綠色走廊 絕對反對 因為 意大利的旅遊業 都很重要 佔國家的GDP 是百分之13 十三很高 十三高的 很高 我想我們 不要說其他 香港人都經常去 意大利 羅馬 希臘 地中海地區 都是現本的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 不可以 不可以說局部開放 要開就一起開 否則我寧願脫歐 這也是政治的威脅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剛剛 英國的脫歐 都未脫得完 是不是 這件事 都是沒有他份的 不知道 這個要再說下去 這是一個爭議 但是 或者說一下 意大利自己本土 怎麼做 現在 歐盟之間 但意大利的時候 我們一直說 北部是存在區 他們現在的說法 就是說 都幾慘 意大利 說佔13% 去過GDP 如果是用 旅遊損失 就是看 至到年底 會是 估計 1200億 不是港幣 1200億 是歐羅 再要乘10% 1200億 12000億 12000億 都幾乎 但是 對意大利來說 這個打擊很大 可能會損失 因為這樣沒有工作的人 人數 是42萬人 有27萬間企業 可能要倒閉 所以 一說到旅遊業 意大利 就很緊張 他們現在 就說 整個行業的損失 就是1200億 但是 意大利政府 可以拿出來 撐住旅遊業的 有沒有一半 你上去哪 你上去哪 50億 1200億 1200億 的損失 政府只能行到 50億 那歐盟有沒有 大廁商 可以互相照顧 那時候想過 我不知道 總之 我看到資料 意大利 對於支持自己的 旅遊文化業 只能拿到 50個B 出來 50個B 50個B 50億 另外有些可以做到的 就是 減稅 我們香港拿出來 更多 對於旅遊業 應該是 我們 底字口 不要小看香港 另外一個 就是 他們有一個做法 其實香港可以參加 香港派錢 他們有一個 叫做 Vacation Bonus Vacation Bonus 就是 旅遊的 分紅 這個 我們回來再跟大家 詳細說